好 下面请欣赏单口相声《风雨归舟》表演者李赫东 一会儿人家广德楼那边还得出个台 所以很辛苦 休息一会儿 这回换上学徒我再给您说一番单口相声 这个单口相声和评书说实话都不好作业 因为什么呢 都是这个好多都是传统的曲目 没有那么多包裹 所以说的好与不好 您各位是多多的单的 对吧 我说出来您不乐 您不乐也可能没办法 对吧 您招了票盘呢 现在不给您退票 所以您多多单点听 今天呢 我说这个故事啊 是这个过去 过去那个大财主 财主战事房躺的地 家里有的是钱 但是呢 这个财主 他这个钱来得特别的容易 为什么来得容易呢 您走过去的一句老话 叫用钱呀 赚钱 不费劲 所以说他这个钱来得容易 但是钱来得容易 钱花的时候也特别的马虎 说这个过去在民国的时候 民国三年 在这个北京啊 西城区有这么一个大财主 姓花 叫花儿爷 花儿爷姓花叫什么呢 叫圆泉 花圆泉 人家别人一叫他就叫他花圆泉 花儿爷家里的也是战事房躺着地 有的事情 银行房里头存着多少多少的存款 特别的有钱 但是您蒙看他这么有钱呀 他这个钱呀 分花了什么地方 你要说那个穷人 上他这 只是他说施舍点 一分钱也没有 要不然就到他家门口 连看着他人都看不见 平时他这个出个门啊 出来进去的 都是这个小轿车啊 不是停的门口 就是停在家院里头 上下车 穷人打人家门口过 降调的人 他给的钱钱花的什么地方 在民国三年的时候 花儿爷花了两两块钱 买了四个窝窝窝窝 买一样的窝窝窝窝窝 像多少钱他所得花 要说施舍穷人 一分也没有 特别的这个抠门 花儿爷 在这个过去呢 花儿爷套什么呀 套过什么古玩字画 平时家里的书藏个 古玩字画 你要想挣他钱 除非一个奴隶 想出个办法呀 就什么呀 或者设计个圈套 骗个钱 这才认可 在过去也是民国三年 但那个年头吧 有那个北京城里头 有一个大骗手 叫志罗兴 志罗兴那个人呢 平时啊就是 也是无所事事 但是这个人的脑子 特别的聪明 在那个东城区 租了一套赐何院 挺大的房子 但是这个花钱租的呢 平时家里头 也是雇了一帮那个佣人 什么花儿娘厨子 老妈的小鸭子 一大群伺候人 平时没事不 套一个在家里头 租些个古玩字画 摆在屋里头 古玩陈舍 样样俱全 他知道那个花儿爷家里有钱 千方百计的托朋友 请客 跟那个花儿爷交朋友 平时又请那个花儿爷 吃个饭 又请那花儿爷 听歌戏 花钱 交朋友 时间一长了呢 这俩人还真就交上朋友 说有这么一回 俩人关系一直正好 有这么一回 外面正赶上了 阴天 外面挂着这个瓢泼大 这个制作性呢 在家里租着人家 想汽车 坐着汽车 到西城区 找这花儿爷 一进门 请花儿爷吃饭 一进门跟他客气 呦 二爷 你在家里待着 也没什么事 你看这外面 下着雨 打阴天 咱没事 上我们家 上家里 吃个面饭 就闪个脸 而你说呢 那花儿爷一听 也没什么 没什么事 赶紧跟他去吧 俩人出来之后 坐着档汽车 就搬到这个制作性家里 到了制作性家里 花儿爷一瞧 这个屋里的 书房 摆设的这些 这些个 顽丝画 应有尽有 花儿爷心里的过目 这制作性家里比我有钱 你看人家家里 这些个顽丝的 值多少钱 这制作性呢 没话好话 就跟这花儿爷聊天 你看 二爷这个 平时我听说了 听说您平时也好奇 一个什么古丸字画之类的 你看我呀 我确实 我家里的祖上 给我留了一些东西 也是什么古丸字画 但是我不是特别有 就是家里的 有一阵祖传的宝贝 一幅古画 我不是特别怎么 就是你我拿过来 你给建设建设 花儿爷一瞧 没什么 你拿过去 小姐不 到了前院 拿出这幅古画 拿出来 摆着这个 这花儿爷的线 打开了一条 花儿爷看 这是一幅古画 画的什么呀 风雨归舟 后边呢 画了一座假山 假山墙面呢 是一条河 河当面 有这么一座小船 船上有俩人滑着船 船边上是一座桥 这个桥啊 正当中那个位置上 站着一个小孩 一个小书童 手里头呢 举了一把雨伞 顶着风冒着雨 顶着一把雨伞 往前走 特别费劲 顶着一把雨伞 一看这个 还挺吃的 小孩 这这叫是福古画 不过看不出来什么年代 坐着吗 坐着也不行 这个 正说话也有功夫 打外面 这老妈子现在 呦大爷 这个家里的饭都做好了 咱们是先带吃 是不是待会儿吃 这事都行 干嘛还待会儿吃 赶紧干 把这股土块 卷好之后 喝到旁边茶几 把这个八仙桌的 拉出来 几个人围好了 吃饭吗 在这个什么 老妈子呀 小丫子 厨得来回来去的 又是赏菜 也是撤空盘 就这顿饭 一吃吃两个多小时 吃完饭之后呢 喝点茶 外面的鱼也停了 这个智多星就说了 二爷 刚才您看那幅画 您看我们家 咱们这幅画 您看得怎么样呢 这花儿爷一听 怎么样 倒是挺好 画得不错 但是就是没看出来 是哪个年代的 不知道是哪朝代的 没瞧出来 这没位 我拿过这 您再看 打开了 这花儿爷一瞧这画 画画得倒是不错 但是看不出是哪个朝代的 坐着坐着 和民三 和民三的鼻子 也没听说过 是这 这花儿 看这直到是老画 正看着这会儿 这花儿爷当时心里迷了 仔细一瞧 这个桥上这个小书童 这把雨伞 刚才看的时候 这把雨伞是打着的 再一瞧这雨伞不对 这雨伞怎么架了 这花儿爷不明白 就问这个直到心 刚才我看的时候 看轻轻的 这个小书童 这把雨伞可是打着的 动魂窝的雨伞怎么架了 这一问 这直到心了 没块搞块 照着灵下 您看这怎么了 二爷 刚才您瞧的时候 这雨伞确实打过来 因为咱呢 这个刚才跟您说了 我们这是一幅古画 家里都组着船下来的 船家之宝 这宝就在这儿 刚才您看的时候 您昨天 外面是下雨呢 这小书童 自然的大鱼伞 现在那个雨过天平了 雨也停了 对吧 这伞自然 它就加上了 这祖传之宝嘛 它就在这儿 花儿爷挺哭 对 这神了这个 这幅化的化疗 心里就琢磨着 想得着这幅画 但是又不好意思 说 吃完饭之后 喝完了茶 派这汽车 把这花儿爷送回家了 回家之后呢 这花儿爷天天 每天就琢磨这幅画 日思夜想 千方百计地 想得着这幅画 托人呀 又是请客呀 找朋友 找关系 就找这个志多星 后来呢 这朋友就说了 人志多星不愿意卖 怎么办呢 出高价钱 买这幅画 这朋友就谈了 志多星要多产 就这幅股画 十万块钱 花儿爷已经十万块钱 他心里头啊 又舍不得 舍不花钱 干脆啊 弹个劲 五万块钱 再找这朋友 接着说你 朋友回来 二爷 这个恭喜你 人家这个志多星啊 五万块钱 决定把这幅画 转让眼睛了 花儿爷高兴 赶紧到 第二天把钱凑齐了 交给这朋友 把这幅画给拿回来 拿回之后呢 您说没 这晴天 一打个这幅画一瞧 这小书头 家里把预算 好 这是一幅股画 收好之后 当天呀 就这个写这请简 请朋友 亲戚朋友的 请朋友到家里吃饭 可是这请简呀 请客是请客 没写明白是具体哪天 咱们写的呀 哪天下雨 哪天来 跟那朋友 哪天下雨 哪天你就上我家吃饭 就为了 跟那个亲戚朋友面前呀 显摆显摆 这幅股画 哼 没过多日 请简前仨出去了 没过几天 外边 漂泊大雨 雨下雨特别的大 花儿也细细高兴 好 机会来了 亲戚朋友都来了 当着面 拿出一幅股画 我没打开了 当着朋友就说 诶 各位 前一日吧 我在一个朋友手里头 得了一幅股画 人家祖传的 家传之王 哎 花筒钱人家不愿意卖 这是我忍痛哥 这是卖给我了 这幅股画好在哪啊 画打开之后 这桥上 站着一小书童 这个书童呢 手里头拿着一把雨伞 哎 我买的时候呢 这雨伞是夹着的 因为什么呢 买的时候是晴天 这雨伞是夹着的 可是呢 一到了下雨的时候 您再打开一条啊 这小书童这把雨伞 顶着脑袋上去 打这雨伞 它可不是夹着的 心里高兴 哼 亲戚朋友也得纳闷 没见过 太好了 而且您得得着宝贝了 打开小书吧 打开那一看 这花儿也傻了 怎么呢 一瞧这话 这雨咋还夹着呢 花儿也拿着梅子 这不对啊 外边下的雨呢 这这伞怎么还夹着呢 这亲戚朋友也来 这也拿着梅子 笨的花儿也 而且您这不是说 您这话打开了之后 外边下的雨 它这伞就打着 外边不下雨 这伞就是夹着 你外边下的雨 您这咋怎么还夹着呢 这花儿也呀 自己也给自己呀 找面了 这没亲戚朋友 别别别 别帮别人呢 可能啊 可能是这个 外边的雨呀 下的还是小 还是小 没关系 咱咱卷好 咱咱妹妹 妹妹一会儿啊 等这个雨 下去了咱再瞧 等一会儿的工夫 就开始吃饭 贺土败 嫖活大雨 这雨下的特别的大 这个亲戚朋友就说了 哎呀 你打开这花儿 让大家伙再瞧瞧吧 看了吗 花儿也打开这花儿一瞧 不是 咱们还下去呢 再买一会儿 再买一会儿 又给喝上了 喝在旁边 待会儿的饭也吃完了 这雨也停了 亲戚朋友就说 您您看看 这咋咋着呢 一咋咋 还一加 干脆人家也要不好意思 吃完了饭 个子都回家了 哼 这亲戚朋友就把这花儿也给气糟了 气 骗了手 骗了钱这事 花儿光 那天没这么一玩意儿 这骗了 还告诉我下雨 这咱就打着 对比 行就加了 不行 我再等下去 你像那样的 这智多星骗完这花儿也了 他没跑了吗 他不但没跑 在家还等着这花儿也呢 可气 等着他干嘛呀 就为人气 花儿也家里头话 到了智多星家里 你敲门 进了 没有你这样 你这不骗人吗 花了我 快钱我买这笔假话 智多星已经 咱们这这假话 这我们家转日宝 这怎么是假话 你咋就瞧瞧 你绕着我下雨 下雨这个伞就打开了 对于疫情 这这伞就加了 那天下雨 下桃和大雨 我打开了之后 这伞还是加了 你这都骗人吗 智多星已经清了 当时民验声 乐 你别生气 你看你怎么了 您不明白的 我没跟您说明白 因为什么 当初你买的这笔花儿的活 我要十万块钱 您偏给我五万块钱 花儿也已经 怎么意思 给五万块钱就不灵了 不是不灵了 您没明白 我这意思 是十万块钱 我卖给您一套 花儿也一听 怎么还一套 一套什么 您怎么不明白 就是两幅画儿 一幅是打着散 这一幅是加的散的 您这一花点 五万块钱 我这不卖给您 您那个 对不 这个加的散的 当时他就没下雨 您昨天 对不对 您要是想看吗 对不对 您花十万块钱 您买这两幅画儿 下雨的时候 您看这个 不下雨的时候 您再看这个